上半集說到到底怎樣才可以利用小朋友的好奇心 去提升他們各方面的能力呢? 想知道的話就要一起試玩這集的小遊戲位置找不同了 間中將家裡當眼的物件位置調亂 或者增添不同的物件 再問一下小朋友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同之處 都可以刺激到小朋友的觀察力、思考力 各位小朋友又見不見到兩間房間有什麼不同了呢? 這個不同了位子 這個不同了顏色 這裏不見了一封畫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小改變 因為視覺的刺激對小朋友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小朋友的觀察力、思考力都增強了 配合衛視S26GO全身升級配方 含有Alpha Lipids結合了五大輪子 同時加上母語低聚堂HMO 那就更全面打好小朋友健康和學習基礎吧 今集的Bring Discovery Channel就來到這裡 愛媽媽和爸爸記得密切留意下一集 繼續和我們探索小朋友的大腦 發掘他們的潛能 好看 好看